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近代的岑贵们 近代的修计姐妹们 非常的有幸 能够有这个机会 再一次和你们 和一般已经在社会里 贡献了那么多 而且继续贡献着 一般 两个一起的 长辈们 能够一起和你们在一起 非常地荣幸 谢谢你们的 谢谢你们 让我这个平台 谢谢 非常感谢 要介绍社生会 社生会 有一个什么大不了 一个主治 一个没有主治的主治 就是人民站在一起 人民同一个信 同一个信念 好像是一样 要站出来 要为这个社会孤雾 要为下一代独立 就是包装一个这样的信念 都是一般平平凡凡的 和我一样 就是平平凡凡的人 当千千万万的时候 站在一起 千千万万的平凡 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就好像你们一样 就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了 就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站在一起 我也知道 你们也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第一次和你们接受 就是我苦行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帮比较年长的人 一直在招呼我们 一直在担心我们 原来就是你们了 感激 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感激 那么 认识了你们后 接触了你们后 我又很有勇气的 通过林毅先生的介绍 又能够有机会 在服用你们的大会的时候 再次和你们见面 看到你们的老爸老爸运动 哇 了不起 了不起 老爸老爸也站出来的 就好像巴萨曼 巴萨曼当天也在场 他也不用在场 他说 这个国家 真的有问题了 这个国家 真的有病了 因为老妈老妈 也要站出来的时候 这个国家 真的有问题了 对不对 当然 这个时刻 这个时候 这个国家 是在糟糕 是在糟糕的 可是 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候 最糟糕的 糟糕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是 这个最有希望的时候 对不对 最有希望的时候 我们 已经等了 苦苦的等了 苦苦的等到 五十多年 半个世纪 今天 今天 我们看到机会了 是不是啊 我们看到机会了 那么我们希望 我们知道 非常的有信心 知道这一帮人在这里的 你们这一帮人 都是等着那个时刻的来临 虽然等了很久 终于看到了 终于看到了 我看了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面 你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让我们一起看到 当然这段时间 我们要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努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一股新的力量 就是人民的力量 人民临绩起来 要把这个社会 把它推前 把这个社会 不断这一带人的责任 把这个社会搞好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有更光明的日子 我们都知道 你们跑过的路 很长的路 我们现在 继续的跟在你们的后面 我们跟在你们的后面 一步一步的 也要跑下去 跟着你们的后面 跑下去 那个是 我们深深知道 那个是我们的责任 那个是我们的责任 当然了 在这一两年来 跑这条路的时候 有人问我 累吗 黄哥累吗 为什么跑这么远的路 为什么不跑这条路 累吗 真的累 我也要问你们 累吗 你们也跑了很长的路 你们可是在今天 我还是听到 那么响亮的 这声音 这么美妙的歌曲 这么 坚确的信念 你们不累 我们怎么能说对呢 当然 土地上可能我们累了一点 今天 我们从 昨晚 一整天 在这个 文德甲 做了一个训练员 绿色训练员 然后今天 在大马路 一整天了 在街头上面跑 今天赶上来 想到这一场 当然这一场是 赶到信心的 过后还要去 PASS 在攻霸 9点半 还要讲多一场 明天就是在 打车 对吗 一点点对了 体力上一点点对了 可是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过 为什么 让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 当我们补习的时候 当我们补习的时候 就要到文德甲的一个地方 有一副理 一个比较练练的物理 出来了 他拿着十多个椰子 他看着我们 拉着我们的手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吧 我们要 我不能和你跑 我年纪大了 我也没有什么给你 我只是在大场里 拿了十多个椰子出来给你们喝 他忙着 忙着忙着野水 一把眼味的拉着我们的手 喝点野水吧 喝点野水才跑吧 然后他忙着我 他忙着我 王先生你知道吗 做一个有这个长将合同的母亲 是非常辛苦的 是非常辛苦的 我家里有一个长将的孩子 他拿着我们怎么说 一把眼睛的 他说 我不要看到 以后的母亲 在无部下 生下长将的孩子 那一个时刻 那一个时刻 我做了一个确定 我也是一把眼睛 我拉着他的手 我说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有力跑下去 我一定会把Linus打倒 到最后的一空气 我也要把他打倒 我说 只有一个人 能够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就继续跑下去 现在我们有千千半个人 和我们跑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跑完这条路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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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